我们这边先来介绍ASP.NET MBC All Outs 开放授权使用 Callback API 在MBC 里面我们可以让用户透过 Google 或者是 Facebook 这些第三方的授权机构 那由他们来针对这个用户进行验证登录的这样的动作 假如说验证通过的话我们就可以让他来存取网站里面以登录用户的这些操作功能 那我们这边后来介绍是使用 Google 跟 Facebook 所提供的 Callback API 的这种机制 那透过这个机制就可以让我们网站提供用户使用 Google 跟 Facebook 这种登录的方式来登录网站 那这种方式也比较适合于说网站里面本身就有自己的一套会员操作机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适合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相关范例 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上面有两个按钮 那我们先针对 Facebook 登录这个部分 我们按下这个按钮之后呢我们就会被导入到 Facebook 这个登录页面 那我们输入账号密码之后按下登录 好这时候登录成功之后他会被导回到我们自己原先的网站的这个页面 然后上面会显示出这个用户在 Facebook 上面的这个 E-mail 的部分 然后后面有个用户你好这样子的显示名称 那我们按下登出我们改用 Google 登录 这时候我们会被导入到 Google 登录页面 那我们先输入账号按下一步 然后再输入密码按下登录 这时候我们可以按下准许 好这时候我们已经成功被登录 然后导回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原先的这个网页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话这个就是他的这个 Google 的这个 E-mail 的部分 然后后面是用户你好 那我们登出 好我们刚才已经成功了将用户呢在我们网站里面 然后执行所谓的使用 Facebook 跟 Google 方式来登录我们网站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样子的程式嘛 我们开启 Video 16 编辑器 我们在 View 4 只要夹下面的 Index 这简式面档我们打开 那我们提供这次范例相关说明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好在下面这边呢 可以看到我们使用 View Data 这个物件来去判断说目前这个使用者 他是不是已经登录状态 如果已经登录状态的话 他就显示这个使用再使用 View Data 这个物件 然后去显示说这个目前已登录用户的这个名称 那这是账号的名称 然后假如说已登录的话还会去显示出 请用户登出的这个超连结 那如果说用户没有登录的情况下 他会显示这个用户登录 这样的一个超连结 OK 那我们说明一下我们在这个专案里面呢 本身已经有自己持做了一套这个用户的登录操作的机制 所以说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会针对我们有使用到的这些用户登录这些操作方法呢 我们会大致上说明一下 那至于说整个用户机制的部分 他详细的部分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完整的来做说明 OK 那我们这边 Focus 主要是会放在 Facebook 跟 Google 这种登录机制上面 这个操作功能上面来做说明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简式页面之后呢 大致了解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简式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个叫 Account 下面有个叫 Login 简式页面 中网站下面他有提供了这两个 Controller 一个是 Facebook 一个是 Google 的 Controller 那这里面他其实都会相对应去执行到里面的 Index 这个 Action 动作方法 那我们的 Google 跟 Facebook 呢 他的这些登录操作机制就是在这个 Controller 里面 所以说等一下这边我们会来做介绍 好 那我们看完这边之后我们按一下关闭 那 Share 的资料夹这边有个 Error 它的主要是如果在有错误的时候呢 就会导回到这边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下面的 WIDA Config 的部分 WIDA Config 这边有做这些相关的设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在其他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专案下面呢 其实我们这个方案 他其实还有两个独立的专案 一个是 Security Auth 然后 DB 的 Library 跟 Share 的 Library 那这个的话主要就是我们 会把一些我们网站的会员机制 会在这边功能都放在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还有分成 BLL 商务逻辑层跟 DAL 资料存取层的部分 那这里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下 OK 那这边有提供这些方法 就是把 Facebook 跟 Google 登录成功的这个用户呢 我们还会另外再写到我们的网站的会员机制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就有做这些 网站会员机制的这个写入的动作 OK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有时间再来说明好了 那大致上 这边有一个这些东西 然后下面这边 Share Library 主要是针对一些工具提供的部分 OK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上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Home Control的做什么事情 Home Control的主要是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这边提供一个 自制的这个会员操作机制里面 使用一个 Identity 这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里面 我们可以由这个 目前这个属性来判断 用户是不是 已登录状态 那还有一个这个属性的部分 是用来取得 已登录用户的显示名称 OK 那这个 目前这个是Account Name 是它的账号 好 那主要是在 这边有这些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Account的部分 Account的部分 它内容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下面这边有个Login Action 它这边的方法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刚才看到的 做这些处理 那下面一个Logout的部分 就是把用户登出 那我们这边网站 它的用户登录 我们的这个登录状态 我们是储存在Cookie里面 那这个Cookie是有加密过的 那也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要把用户登出的话 我们就是其实就是把这Cookie 的时间把它设成 直接就是无效的时间 也就是把Cookie的内容清除 这样子 那这样用户就会被登出了 好 那这是我们大致上 整个会员机制的操作的 大致的过程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针对Google的这个 用户机制登录的部分 那我们开启Google的Control了 那你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 有这些程式的内容 OK 那Google 首先我们必须要先在 它的开发人员中心那边 先去申请 我们要操作这个Google的API 相关的应用层次的识别码 跟应用程式的密钥 这两个资讯要先取得 然后分别设定到这个变数里面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之前有 曾经有个影片 有介绍说 如何在Facebook的开发人员中心 那边去申请 就是API 的这些 可以操作的这个服务的部分呢 我们那边有影片 请大家再去看 好 那我们这边直接来往下看 这边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还有设置一个 我们这边的话 它是本 这个的话是本身 会取得网站的位置 所以 范例的话就是这个位置 OK 那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会去绑这个 后面 因为当Facebook认证完之后 他会把一些资讯 返回到我们网页 那他必须 我们网页必须要有个位置 来去接收 然后做进一步处理 所以我们接收的位置 就是在Facebook Ctrl里面有一个叫Callback 这个Action动作方法 那由他那边会来做处理 那你要注意一下 我们申请的这个位置呢 必须要跟我们现在提供的这个位置 必须要一致 所以我们当初在Facebook 申请的时候呢 我们方会 他的本地位置就是 那个后面是 8080的这个位置 那假如说你现在是实际上线网站的话 你就是 这边要提供的是实际上线网站位置 那这个位置必须要跟你 你当初在Facebook那边登记的位置 要是一样的 好那因为我们这边是开发 主要是开发用的 所以这边暂时是使用这个 这个Localhost 然后这个8080Port 这样一个位置 OK那这三个部分呢 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接下来往下面看 好那整个Facebook登录的过程呢 大家其实可以来参考一下 因为我们 他的过程其实有点 反复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一篇 那这一篇文章的话呢 我们有放在这边 他这边是浅谈 Allouts 2.0 那这里的话 他要把这个验证的 整个验证流程 他要做说明 好那我们简单看一下 整个验证流程的部分 OK那 这边的话呢 他有说明说 他这个程式端的流程 是怎么制作 怎么运作的 好首先的话 就是我们要先去申请 这个刚才所说明 应用程式的识别码 跟他的密码的部分 所以说申请部分 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 他就会取得 我们在这个上面 所取得的这两个东西 然后这里面 其实还要再设定说 你的这个 我们要操作的这个 主机的位置 所以也是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他要返回的位置 好这些资讯的话呢 都必须要先做完 做完之后呢 他底下提供一些参数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这些参数部分 那我们里面 应用程式的 使用的 这个参数 尽量都会跟他这个一致 这样的话让大家之后 假如要回来对照的话 也可以 稍微了解一下这个 里面是做什么用的 好 然后我们取得了之后呢 接下来的话 就是要传递一些网址过去 也就是说我们 刚才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在按下 OK我们先回到IE 我们按下Facebook登录的时候 我们会把用户先导入到这个 就是Facebook的这个登录页面 那再导入到那个页面 我们必须要先准备好 这个Facebook 他要求的这个网址 也就是里面 我们会放入一些Gate的参数 然后把这个用户呢 才可以顺利的到那个Facebook 那个登录页面那边去做 登录的动作 所以他当用户呢 刚进来的时候 他会先进到这个Index 这个动作方法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动作方法呢 我们会先去组合 这是Facebook 要去到他的授权画面那边的时候 所需要的一些Gate的相关的参数值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 都是他的这些参数值的部分 那我们 这边的话他提供说 我们到底要取得用户 他的权限的资料项目有哪些 那我们这边就是取得Email 跟User的那个生日的资料 那我们设定这两个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是透过这个URL 我们使用那个Stream Format的方式呢 去把这些东西 把它该有的东西先把它组合起来 那这些东西可以看到说 推迟都在上面这边 刚才这边所提供的一些资讯 好 那资讯提供之后 我们就用Response Director的方式呢 然后移转到这个Facebook登录的画面 所以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就进入他登录的画面 好 那这是这一边程式码的部分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做这样的处理 那这是上面应该大家刚才都有看到的部分 好 那 那当使用者在Facebook那边登录完毕之后呢 Facebook他会返回 那返回他会把一个叫做他在那边登录认证过的应用程式的票证的资料 把它返回到这个Callback的这个Action动作方法 所以我们会从那边接到一个叫Core的这个这个返回的资讯 那这个Call我们首先会先来检查一下 他这个Call到底有没有存在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面执行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将这个返回资讯呢 我们要重新的再去我们要创造另外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就是我们要把Google 对Google 不好意思是Facebook Facebook他们返回资讯的这个Call的部分 我们要重新去Facebook他的网站上面去 然后我们要去跟他邀这个可以存取他的API的另外一个票证 OK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会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把这个画面把它缩下去 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完整的过程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就开始做这个处理 首先我们这边 我们要先把这些刚才的这个网址的部分 我们到时候要去跟Google的这个地方 就是SS的这个Token 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传入这些GET的参数 那这些GET参数的话就是在下面这边 我们可以做一些处理跟组合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稍微列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GET 里面大概会需要的值大概是呈现书还是这样子的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这边有包含的这个应用程式的ID 还有应用程式的密钥 还有应用程式的它到时候的返回位置等等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透过这个WebResponse这种物件 直接去网际网络资源里面 然后直接去取得他的回应的资讯的这个资料流 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那这边设定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里 这边的话 就会把他所取回来的这个 就是从Google那边 那个位置取回来的这个资讯呢 我们要去取出他的这个 SS的这个Token 这个值 那这个值取出来之后 我们先放到我们那个Session这个物件里面 然后最后我们再Redirect to Action 然后传到我们这一个另外一个叫做Core API 就是我们要透过这个Action动作方法 来取得在Facebook 使用者在Facebook上面 我们要取得的一些资讯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是做了这样子大概的工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那这程式码的部分呢 大家有时间的话再看里面的这个说明的部分 那这些程式码我们日后也会把它放到网路上面去给大家下载 所以说这个大家到时候可以再去那边再去做比较详尽的研究 好那我们返回返回之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取得这个Facebook 他提供给我们这个票券 应用程式票券资讯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去跟Facebook 然后来操作他提供这个API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就会跑到这边来 好那首先他要先检查FB的这个Token 到底有没有存在 如果没有的话 他会请先取得授权这样的一个文字会显示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票证的这个资讯取回来之后呢 然后我们一样因为我们会到这个位置上面去 然后我们要传入这个相关的票证的这个GET的资讯 那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去取得这个Facebook 他API所提供的一些资料 那最后我们一样是使用这个HTEP Web Request的方式 然后再透过这个Web Response 这种就是使用网绩网络资源的回应资讯的调流 那我们这种方式呢先依照这个 刚才这个网址去取得这个相关 我们要取得这个资料 那取得了之后呢 因为Google它返回的资料 它是Jetson的物件的这种内容 那这种内容的话它是一个序列化的内容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我们把这个资讯列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序列化过后的资讯 好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就这个方法 然后它可以把这个序列化内容把它反序列化成 我们这边有建立一个叫做Facebook 然后JetsonModel 这个资料模型我们可以看到一致定义 OK那这个资料模型的话 我们是搭配这个Facebook的Jetson命名的规则 所以说它的名称是跟它一样的 这样的话它才可以把这些序列化的资料 反序列化回来放到 成为所谓的这个物件的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使用物件方式来操作 那下面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自行开发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自行开发的会员机制 那其实主要就是把 从Facebook取回来这些使用者用户 我们要得到这些资料 像Email 然后这个用户的名称 然后还有一些是它的ID等等 这些东西 然后把这些东西存到我们的这个资料库里面 OK那所以这下面就是在做这个储存的这个方式 然后储存完之后呢 我们会去判断 如果是新的用户 那就是做资料插入 如果是旧的用户呢 已经存在用户 那就是做资料更新 那这些都完成之后 好那我们这边还要去做一些它的用户账户 是不是有被锁定等等 那都OK的话 我们就执行下列这个方式呢 让用户来登陆到我们的网站 OK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用户登陆 网站自己的一些处理方法的部分 OK那完成之后 它就Redlector把它导回到原来的首页 就完成了这样子 使用Facebook用户登陆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机制 好我们看一下 OK那我们重新再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程式码的部分 好这是大致上Facebook有关登陆机制的做法 那这边的话大家要看一下 我们一样让大家看一下 怕有些人可能有些部分可能会有遗漏 OK 那刚才所说的这个 登陆的这个整个机制操作过程呢 就是在这一篇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要了解这种 有关于all outs这种登陆机制的话呢 可以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去看我们的这个 有关于Google的方式登陆 好我们进入Google control了 那上面的话可以看到 跟刚才一样他必须要提供 这个应用程式的识别码跟密钥的部分 然后呢我们这边有设定这个 他返回的这个 Google返回的这个位置 那前面是他的这个本地端的位置 好那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那首先他会先到Index Index这个地方就是 要让使用者呢 可以我们要把它转移到这个 Google的这个登陆的画面 所以我们做了这些处理 那这些处理刚才其实 跟那个Facebook很相似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来看一下程式码的部分 相信应该就有所了解了 OK那这个Core的话就是他返回的这个 他会传这个 以这个Core的GET把它传回来 所以我们这边有做一个这个设置 好那这个完成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Google 当使用者在那边验证完之后 他会返回我们的网站 那返回的话他就做以下的这些动作 那这些动作 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程式码内容 这跟刚才的Facebook其实很相似 OK 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就是到Google的这个地方 去取得这个所谓的票证的这个 这些就是他的应该算他的金钥吧 还是钥匙 就是我们可以去操作Google的API 这样子的一个金钥的部分 好那他这个票证我们取得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往下面看其他的程式码 那这边我们一样有做这个处理 就是去把他这个Google呢 他指定的这个位置呢 然后去进行这个票证的这个认证的部分 好那这是下面其他的程式码的部分 那我们从这边的话就会取得这个 就是Session里面 就可以取得那个Google的Token OK 那他Google的Token取得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会重新移转到 我们要来依照这个取得这个全账资料 就是Token SS Token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来存取Google提供的API的相关的 这个程式码的支援 那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 那这个也是跟之前的Facebook程式非常的类似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这边一样就是跟刚才差不多 使用的是WebResponse这种方式呢 去Google的他这个指定的网址 那我们当然有加入这个取得这个Token的资料 然后我们透过这方式呢 就可以来取得从Google那边的API 然后丢回来给我们的这些用户的资讯 那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一样有建立了一个Google的Jetson 就是要把Google 因为他们Google丢回来的东西也是Jetson的这种物件格式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反序列化的动作 就把这个已序列化这个内容 那这是它的内容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这边有一样有建立一个Google的这个Jetson的Model 所以我们来一致定义 那这是我们定义的内容 好那取得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这个资料模型里面 然后把这些相关的职能 下面就是我们自行开发这个用户有关于安全存取机制的部分 那我们把这些资讯内容把它取回来 放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那最后呢再进行这些资料库后续的处理 那这个上面我们都有写注解 所以大家其实看上面的程式码应该就可以了解 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把这些资料写完之后再接下来就是来帮 将这个使用者登录到我们网站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然后都完成之后就是重新倒回到原来的首页 好我们看一下这是它的程式码的部分 OK那我们让大家再看一次 OK那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好那我们看上面其实刚才好像还有一个模型 也让大家看一下 记得在做那个取回来的时候 OK这边也有一个模型 大家可能会想说这个 这也是把那个序列化取回来内容 去把它做反序列化动作 我们一致定义 那这是它这个模型的内容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Google 使用Google的方式来登录的一个机制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的程式码的部分 这边应该都看过了 好那我们大致上来看一下好了 这是我们的登录机制 那登录机制它那边有就是授予登录 存取权杖跟登出 离开权杖的方法 那这边有做这些程式码的设置 那我们这边是其实都在操作Cookie的内容 Cookie我们自己又有写个类别 就是用来专门处理一些Cookie的这个存取的工作 那这是登出的部分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identity的部分 OK那这是它的这个 有关于是否登录状态的一些操作 那我们这边因为我们的Cookie是有被加密过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来重新再把它做解密 也就是说其实也不是解密 就是把我们要认证的东西再加密之后 然后再丢进去做比对 看两个加密的指是不是一样的 那这是另外一个属性的部分 好这是登录用户名称 还有登录 已登录的验证用户的这个 那这是第三个方法 第三个类别 对做的事情 大致上是这样子 那最后 这边还有一个DAL的部分 那看一下这个 大致看一下 那这是它的验证跟插入公开资讯方法做的事情 那这边它会去判断说这个用户到底是新注册的 还是之前就已经注册过的 那它会如果是新注册它会做资料的插入 如果是已经注册过了它就是做资料的相关 然后它会去判断软位的更新 所以它会做这些事情 好这是它大致上的程式码的部分 那interface的部分 我们这边就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们订阅这些interface 那model的部分刚才应该都看过了 我们再看一次好了 OK这是我们model的部分 那下面这是NATFirmwork 它的这个资料模型的档案 那ShareLibrary的话大概像是这样 那因为这个内容太多了 好那其他的部分呢就请大家再看一下 之后我们会上传这个范例档 那大家再回去慢慢的研究 OK那大致上应该都已经有做说明了 好那我们这边就针对这个OAuth开放授选 使用Callback API做相关的说明 那就介绍到此 谢谢